上路是肯定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首先我们谈这个 KSN的这个个案 他可以说是 这个首相委任我成为这个 一马发展公司的这个顾问 拿三十千一个月 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他还讲到一点 他讲他没有问很多 因为他的了解就是一马发展公司的 就是拿来帮助国政 收这些政治陷阱的一些一个公司 所以他没有过问这么多 有一个月你拿三十千就好 其实KSN不单是这个公司做顾问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政府的公司 他做顾问也好 做董事也好 每一个KSN也好 每一个部门的KSU都好 民主长都好 除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基本的薪水 他还有很多这些关联公司 政府关联公司他成为董事 我们接管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其实每一个部门 KSU都担任很多这些董事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 你KSU应该的工作就是管好你的部门 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出席这些董事的会议 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说 一个KSU最多可以担任五个这些政府关联公司 或者一些宣传的董事 但是谈到我们公务员的这个制度的问题 肯定西蒙做政府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探设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程 所以当时大家都清楚 我们都很公开的一个政策 就是部长也好 公务员也好 KSU也好 首先我们任何的这些礼物都不能够收 如果超过五百零级的这个礼物都不能够收 我们有一个no gift policy 所以你不能够送礼物给任何一个公务员 超过五百块你一定要申报 如果超过五百块零级的这个一个礼物一定要申报 如果小达还记得我刚刚做部长不到三个月 我出席一个活动就有一个公司 一个电照车的公司 他送一个电话给我 我就当场就给回他 就当很多人的面前 虽然当时有一些人批评我 会不会没有顾到他的面子 没有礼貌啊 你不给你 我说 那个就是最好的机会 告诉所有的人 也告诉这些私人公司 我们是来整人 你不要以为我们讲爽而已 所以当场我就送回给他 就很不给面子的 很多记者在面前 我就是送回给你 我讲这个是超过五百零级 我不收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阵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我们做的就是要公布财产 部长公布财产 国会员公布的财产 就是每一年都要公布 就看到你做部长过后 你的那个财产增加多少 所以你的那个收入跟你的财产 那必须要平衡 才能够证明说 你担任这个有权利的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有没有滥用你的权利 来收取你的一些不应该的这些收入 感谢您的一个 不应该 第三个是一个合法 就是一个一样的 一样的观景